早起想自老有痰千万别大意 多时这四丈在求救 第一个地方就是痞 中医认为痞为生痰之源 因为痞负责我们运化水液 如果痞气虚弱 运化能力不足 就会造成水湿停聚 时间一长就形成了痰湿 所以如果你经常感觉浑身没劲 四肢困重 胃里面跟被什么东西躲住了一样 吃不下饭嘴捏了 粘粒不清爽 大便粘粘 那可能就是痞湿渐运 导致的体内痰湿过重 第二个地方就是肝 如果你总是觉得嗓子里有东西 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吃饭的时候 这个异物感会减轻 那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 眉合气 其实就是肝气郁结 加上体内痰湿比较重 痰气焦阻停留在咽喉部所导致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肺 中医把肺看作是储痰的容器 并且我们说喉为肺子门户 咽喉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肺 直接连通 所以肺里有痰 身体就会试图 从咽喉这个门户排出去 嗓子里就会一直有痰 怎么也吐不完 最后就是肾 肾是负责我们水液代谢的 而痰也属于水液的一种 只不过是没有活力的水液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滩死水 这滩死水想要清理掉 只能借助太阳的热量 蒸发掉 这个太阳呢 指的就是我们肾阳 如果肾阳不足 水液气化不力 也会在体内急剧沉痰 这个时候人除了会长子里有痰 还会出现 怕冷小便不利 硬要频繁 下至一水肿的现象